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每天工作的意义 在这篇读经里面我们读到 因为德撒诺尼人有些基督徒有所好闲 他们不做事 一天到晚等着主耶稣来了 所以放弃了他们的工作 保禄中途要说服他们 就是说得很严厉 你们没有做事的人不可以吃饭 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说 其实我们两千年后的今天 我们仍然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的 但是我们是知道 其实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不是没有意义的 每天做的事情不论多么的平凡 其实都是为天国的来临 就是在建立天国的来临 在做贡献 为天国的建立的贡献我们的一专一瓦 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 虽然是很平凡 但是都有意义的 不是说一定要做大官 做总统 立法委员 他们所做的事情才有意义 不是 那么每一个人做的事情 甚至是洗碗 扫地 这样子的工作 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都是为了建立天国 只要我们用爱心去做的话 这个工作都有意义 那确实很多人会对我们频繁的工作 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 这样子的工作 会好像产生一些怀疑 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们每天这样子做 机械式地做 做完以后回来 休息一下 睡觉 明天又要去做 做到退休 然后老了 就这样子 那究竟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说 其实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意义在乎 因为我们说 我们的天主子 耶稣基督 他自己也生活过 我们的平凡的工作 他也是木匠 他也是做这样子的 平凡的工作 其实我们每天的工作 都是可以说 我们说灵修上来说 是参与天主创世的工程 我们在每天的工作 每天平凡的工作里面 我们学怎么样做圣人 做圣人 不是一定要跑到 深山野岭里面去做的 就是在每天的工作里面 去做圣人 那只要我们用爱心去做 我们平凡的事情的话 就会有一个永恒的意义 因为我们说爱是永恒的 所以希望我们平凡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以这样子的爱的精神 去做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情 天主降福大家